比起福隆火车站周边,共辽火车站的周边就显得冷清许多 为了带动地方人潮,共辽区工所打算将共辽车站周边城乡风貌改造 目前第一期工程已经发包完成,预计今年就会完工 为了将共辽火车站周边打造成观光新亮点 目前市府城乡发展局计划要来将包括车站以及周边的建筑物和公共设施 要来做整体的大改造,希望将这些老旧的建筑利用创意将车站周边呈现新的地方特色 设计的部分我们经过我们城乡区那边设计完成 那工所这边很快的在1月6号也完成了发包 我想未来对共辽区的一个城乡风貌 尤其在我们共辽车站的附近,还有共辽站体本身 一定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让我们出站以后整个景致都会不一样 不管站你站外 比起福隆火车站周边,每到周末假日车水马龙的情形 共辽火车站周边就显得冷清许多 再加上福隆地区、音乐祭、草陵古道等等知名节日与景点 相信之下很少人会停下脚步在共辽火车站周边观光旅游 但是其实共辽火车站周边也是有很多好玩的景点 那未来在建设好以后,我们一去今年一定把它建设完成 那希望能够得到我们民众的支持 也让民众愿意游客愿意来这边做增加旅游 第一期工程在1月份已经完成发包 将先针对共辽火车站的站体和内部做改善 期待将共辽车站周边的环境改造过后 能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也能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 解成为共辽采访报道 解采访报道